恭喜国拼 樊振东被正式任命 级别副主任意外成陈玉希直属领导 近日樊振东荣耀加冕 被清点为上海市清廉的璀璨星辰 兼任常委及体育界别的副主任 这一任命犹如璀璨灯塔 照亮了他在政界广袤海域中的无限潜力 在清廉的浩瀚星空中 樊振东以领航者的姿态 不仅引领着青年才俊的航向 更成为了诸如陈玉希等体育健儿心中的灯塔 直接指引着他们的前行之路 然而樊振东的未来并非单一轨迹的延伸 他如同分叉的河流充满了无限可能 有人遐想他或许会化身为园丁 以教练的身份继续深耕乒乓球的卧土 拨洒希望的种子 而更多人则憧憬着他能不亡立情之后尘 踏入仕途的殿堂 以另一种形式为国拼这艘巨轮保驾护航 续写辉煌篇章 无论樊振东选择哪条航向 他那份对乒乓球事业的深情厚意与卓越贡献 都将成为中国乒乓球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的经验与智慧如同璀璨星辰 为后来者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为中国乒乓球的未来绘制了宝贵的蓝图 回望樊振东的荣耀征程 每一场胜利都是对梦想的坚定捍卫 每一份荣耀都是对国家的深情献礼 更是无数球迷心中欢乐的源泉 而今他即将扬帆起航 驶向新的海域 我们满怀期待 相信他将在新的领域里继续绽放光芒 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樊振东的华丽转身 也引发了我们对运动员退役后人生规划的深思 是继续在体育的田野上耕耘 还是勇敢地跨越边界 探索未知的领域 答案因人而异 但共通的是那份对梦想的执着追求与不懈奋斗 在此让我们以最诚挚的心意 为樊振东送上最美好的祝愿 愿他在新的旅途中 乘风破浪 一往无前 继续用汗水与智慧 为我们编织更多关于勇气 梦想与辉煌的动人篇章